美國對臺軍售持續延宕 累積金額已經達到一百九十億美元 國防部今天表示 美方成立老虎小組 負責管制軍售交付 臺美雙方對此都相當重視 也密切協調聯繫中 而五二零就職倒數 準副總統蕭美琴 今天是表示 臺灣在龐大鄰居的威脅下 成為任性之島 未來他和準總統賴清德 將和國際盟友持續深化夥伴關係 就直到數兩週 準副總統蕭美琴 出席雅監會國際論壇 發表閉幕演講 認為臺灣在逆境中成為任性之島 而如今在國際上 臺灣不僅能幫忙 更能領導 要看很龐大鄰居的威脅 我國也持續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但美國對臺軍售延宕 累積金額已達到190億美元 主管軍備的國防部副部長徐彥虎表示 臺美雙方對此都相當重視 也密切協調 新任部長顧立雄上任後 會詳細報告相關工作的執行進度 同時美國菲律賓正進行為期三週的 兼並兼聯合軍演 六號在菲律賓西北部 舉行反登陸作戰實彈演習 模擬敵軍試圖從海上登陸 但遭美菲兩國軍隊擊退 我們在準備好最悠閒的 而美國軍事媒體新挑起更報導 美國菲律賓澳洲部分官兵 五號前近距離臺灣不到兩百公里的 菲律賓巴丹島進行聯合演訓 美國在第一島鏈南段的這個防衛來說是一個重鎮 是解放軍前艦出入這個第一島鏈南段的一個重要的咽喉點 菲律賓指出 肩並肩去年也曾在巴丹島訓練 因為此處位於共軍突破第一島鏈 前進太平洋的必經航道 也是美軍從關島 持緣臺灣的可能中繼戰 相關演習能培養印太盟國共同作戰能力 也是為臺海或南海的潛在衝突做好準備 這部是陳昌偉台北報導